那小孟 酒疗 您二位对我们辽宁什么感受 感受太好了 辽宁人民的热情啊 那性格民风就热情 而且呢 还都自带那个快乐基因 幽默 就天宵就那喜感 而且最终要吃的特别好 美食多 好多的好吃的 比如 这两天来了 你比如说 一天三顿小烧烤 鸡架沉面不能少 那就狂狂躁 见天操我 吃的太多了 而且我发现 东北大哥特别热情 不见外 比方说我们俩在那吃正荒的 来给东北大哥 上来也不认识啊 上来就是 老弟这菜咋样好吃不 好吃不 好吃不 那胡云也死了 跟我们俩说了 你少点点 你真吃不了 别刚给你接 我跟你说 那个大哥呀 问你啊 是怕你吃不好 对 然后胡云提醒你 是怕你点的太多吃不了 就跟家里人似的 对 就是不把你当外人 就是一家人一样 一家人